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个全球交点的时候 与一个国家不断地试射导弹 他总共发了11枚 其次试射在1月份的时候 那就是朝鲜 日本的NHK做了深入的报道 而且他们意识到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发现 他们也取得了一个独家文件 这个文件是来自于 沈门案件著名的作者 伍华德 他从川普的办公室所取得的 这个资料里头显示出来 金正恩最后一次和川普 在新加坡见面 双方其实金正恩做出了承诺 而且有很好的一个协议 但是美国最后没有做到 朝鲜在现在 第一个是面临疫情 第二个是粮食短缺里头 朝鲜开始发展 它的洲际导弹的基地 这个洲际导弹基地呢 其实已经盖了非常多年 最后激进完工 而这一次所发射的 七次的导弹里头 其中包括了一枚长达四千公里 是1月30号 发射的射程是四千公里 被称为叫做关岛快递 就是可以打到美国的 关岛军事基地的 中程弹道导弹 整个朝鲜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告诉美国 你必须回到原来 你和我谈判的基本上的承诺 否则我不会停留在我原来 原来的位置 我一定会给你惹事 这是朝鲜最近释出的讯息 可是拜登似乎视而不见 这件事情呢 在美国的智库里头 对美国总统拜登 在很多外交政策里头 有的时候过于focus在一件事情上 而忽略了全球的整个 所有的局势有所批评 这是在农历大年初一 北韩官方中央电视台 所播放的年度纪录片 2021伟大胜利之年 这是一部典型威权专制下 史诗等级的宣传片 歌颂伟大领袖金正恩 在过去一年的系列成就 包括飞弹研制对抗新冠疫情 当然还有民生紧急 纪录片旁白 十二高亢 十二低沉 操控着北韩民众起伏的情绪 而金正恩驾驭白马奔腾 绝对是扫不了的桥段 特别是寿生有城后 白马跑起来显得更为亲民 这个传承自白头山协同的象征画面 往往传达着金氏家族 能牢牢掌握着政权 也破除金正恩健康问题的传闻 尽管没有任何金正恩政权遭遇内部挑战的确切消息 但这部纪录片背后反映的是当局对反动思想的警惕 事实上北韩最高人民会议稍早通过青年教养保障法 严打青年反社会主义现象 特别是遭受国际社会长期制裁 及新冠疫情所活下的物质短缺 促使平壤当局整肃刚计 高度警惕年轻一代出现思想松动 导致的体制崩溃 而真实的北韩可能并非纪录片呈现的伟大胜利 本周召开的最高人民会议上 总理金德讯就坦言 受制裁其疫情的影响 经济面临的困难和复杂问题 比预期的还要多 事实上 历经川普时期三次的川经会后 北韩没再进行核时报或洲际导弹的尸射 甚至扎了封锡里核实验场 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解除制裁 金正恩已被川普耍得团团转 拜登更是托自觉 上台一年多以来 未曾把朝鲜半岛列入外交议程中 这让北韩一直寻求解除的国际制裁 没有得到解决 《六月时报》的分析就指出 制裁加上疫情对北韩经济的冲击 已让平党当局无法再等待美国的回应 而导弹依旧是吸引美国目光 重新投注在半岛问题的最佳途径 北韩的封锡里是3个月份份 北韩的封锡里能力码公园 北韩的封锡里能力码公园 北韩的封锡里能技码公园 そして通知的封锡里量 北韩的封锡里能力码公园 北韩的封锡里能力码公园 在中间 Veterans缴采judато X3把封锡里较成 北韩的封锡里能力码公园 國際制裁的不滿 已經到了極限 在稍早舉行的 勞動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金正恩就表明 北韓一味緩和局勢付出誠意 卻沒有得到回報 現在已不想努力了 暗示將重啟2018年後 所暫停的核導活動 1月份的7次導彈發射 從短程的戰術飛彈 高超音速導彈 到這次有關島快遞之稱的 火星12中程彈導導彈 逐步提升對美國的威脅 這就是7次發射 只這月有了 恐慌恐慌恐慌 可能會做更多的 更多的事情 在未來的尊重 像一個尊重 或長範圍 一種一種 一種一種一種 一種一種一種 第一種是 他們指導他們 會做這個 早上這個月 他們會破壞 這個 制裁判 2018年 議員 為他們做這個 為他們做這個 与此同时美国智库CS旗下的北韩专题网站跨越危险 披露一组卫星图片的报告 只北韩在距离与中国边境25公里处建立一个洲际弹道导弹基地 这个基地隶属北韩人民军战略军 可容纳一个军团级别的导弹部队 基地从1990年代后期就开始动工 但工程断断续续 直到最近才进入完工阶段 池江道地形多山隐秘 一直是北韩重要导弹长生地 而6平方公里的快中里基地 就在与中国的边境线上 更成为基地安全的保障 分析也认为北京方面不可能不执行 甚至采取默许的态度 而快中里基地未曾登上美朝去核化谈判的名单中 这次CSIS报告的披露 也显示北韩并没有放弃 能指导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则在联合国安理会 对北韩近一个月来的挑衅寻求进一步的资产 但与中俄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与冲突 这回在半岛问题上根本不可能有所共识 中俄显然在把北韩当枪使 成为瞄准美国的筹码 而拜登上台一年多来 在外交问题上已乱成一国族 如今从未排上拜登外交议 成了朝鲜半岛问题 恐怕已越来越棘手 谢谢收看今天文献的事业之报 亚洲版和欧洲版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感谢观看